印象写意的笔触 光影流泻的自然风光 1907年出生的艺术家杨三郎是著名的台湾本土画家 号称台湾美术史上四大名家之一 出生于富裕家庭 童年时他便对绘画充满兴趣 即使家人反对 他也励志画画 并到日本留学 在1932年又继续前往法国学习 在他的作品当中 常常可以见到欧洲风光的印象写生 并深受法国印象派风格影响 一件事杨三郎老师他去欧洲去旅游的时候顺便写生的 那其实他在这件作品前 他去感受在地的一个风貌 画的是一个荷兰的一个风貌 前面有莱茵河的留过 艺术家就把这样的一个样貌 还有它很破光淋漓的一个水面 利用一些对比的一些色彩 短处的一些破碎状的一些笔触 来形作他个人的一个风貌 杨三郎也非常喜欢画海港 并擅长捕捉光影之下 颇光淋漓的灿染画面 这是1976年杨三郎画的港口 那其实画面中就是以中间偏右这棵大树 为它画面的一个重心的平衡 那后面有一个呼应的一个比较矮的树木 那其实我们循着这一个大船 它的一个船头的一个方向指引 我们会看到前面有一个阳台 然后用一些很凌络 很活跃 很跳色的一些凌凌络的小笔触 我们会觉得说中间有一点热闹的起来 好像有一个巷子可以穿越到画里头的一个巷道里 当然身为著名的台湾本土画家 杨三郎也少不了以台湾为主题的作品 那这一件作品是1963年的杨三郎老师的作品 南台湾风光 它其实画的是一个南部的一个山轮 那我们看到前面就是有比较小的这种 早期这种三合院四合院的这种造型的一种 老旧的一种建筑物 那前面有一些矮的树林 那特别就是把这个南部的这个山轮画得很雄壮 然后很团块式的 利用一种时尚师的一些技法 让它上下层的一些色彩作为一个混色 杨三郎的作品融合浪漫风情 以光影即时的画面为其特色 色彩鲜艳多变 在70岁时失聪 却仍和妻子一同到世界各地写生 终其一生保持对绘画的热情 此次以明星色彩 在经验之后为题的展览 回顾杨三郎三十多件精彩作品 让人见到一代大师 卓越耀眼的艺术生命 记者天理 陈宏达 刘波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